三千块钱能买得了什么 在大山里可以买一个媳妇 嘉宁就是被拐来的女孩 她遭受了殴打和性侵 可怕的是 买她回来的大娘也是被拐来的 这种如复制一般的人生 嘉宁究竟能不能逃出去 嘉宁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大学生 在准备考研期间 她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位名叫吕梁梁的异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网聊 这对小年轻决定见上一面 嘉宁乘坐大巴车 来到了偏远的小镇 吕梁的问候短信也一条接着一条 这让嘉宁激动地颤抖 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前来赴约的竟然是一位女性 吕梁的嘴巴很甜 刚一见面就上下打量嘉宁 她的眼神像是在看自己的猎物 嘉宁明显因为吕梁是女性的事而感到生气 不过吕梁很会拿捏对方的心弦 三言两语就将嘉宁捧上了天 这也让嘉宁完全忘记 自己已经被骗了 在酒桌前 吕梁又掏心窝子说了很多话 完全让嘉宁放松了警惕 手中的酒喝了一杯又一杯 二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小姐妹 不知不觉 嘉宁在酒精中热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三天后 嘉宁第一眼看到的人不是吕梁 而是一名名叫阿狗的男人 她直接了当地告诉嘉宁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男人 嘉宁听得一脸懵 她什么时候有男人了 看着四周的图瓦房 嘉宁逐渐意识到大事不妙 她疯狂地询问阿狗 吕梁到底去哪了 是不是她将自己送过来的 看着嘉宁可怜的样子 因为她不认识吕梁 而是从张秀秀手里 把嘉宁买回来做媳妇的 最可怕的是 阿狗害怕她逃走 在她身上的衣服 几乎全给拔干净了 并且一把火给烧了 现在 嘉宁不得不面对现实 她确实被骗了 恐惧与委屈 顿时沾满了她的大脑 当天晚上 阿狗的母亲走了过来 她与嘉宁一样 都是被拐来的女人 可她丝毫没有怨气 还哭口婆心地劝告嘉宁 大家都是过来人 千万不要伤着自己的身体 她还给嘉宁换了一个新的名字 淬莲 从今以后 嘉宁就是这儿的新媳妇了 可嘉宁怎么会轻易认命 她用钱来诱惑母子二人 毕竟买她回来 肯定花了不少钱 只要愿意放她走 嘉宁愿意补偿她们两倍的价格 听到这儿 阿狗娘伸出了三个手指头 嘉宁还以为是三万块 可谁知 却是三千块钱 嘉宁吓了一跳 原来三千块钱 就可以买断一个女人的未来 阿狗娘是不会放嘉宁走的 不管是三万还是六万 她们要的都不是钱 而是传宗接待的工具 嘉宁被买来的用途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给阿狗生儿子 嘉宁彻底崩溃了 阿狗母子二人游眼不尽 自己的钱包和手机 也被伪装成铝梁的张秀秀给偷走了 嘉宁越说越激动 她的人生真的完了 如果没有这档子事 她应该再准备考研究生 而且下周就是她父亲的生日 父亲还患有心脏病 如果因为受到刺激 而发生什么事 恐怕嘉宁一辈子也无法原谅自己 江心彼心 在阿狗娘这里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她们将嘉宁锁在屋里 完全不顾她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当天半夜 阿狗鬼鬼祟祟地走得进来 并像恶狼一样朝着嘉宁哭了过去 好在她宁死不屈 最后才没让阿狗得逞 白天时 嘉宁也尝试过逃跑 可她一人的力量 完全没办法对抗母子二人 因为几天几夜的绝食 嘉宁虚弱地只能躺在床上 她主动向阿狗要了个勺子 阿狗还以为她终于离任命了 好生好气地拿来勺子 不过 嘉宁要这勺子另有用途 从这之后 嘉宁每次都乖乖吃饭 为自己密谋地逃跑 积攒力气 这天晚上 等阿狗母子二人睡着之后 嘉宁悄悄地行动起来 她利用勺子 一点点挖用木棍组成的窗户 嘉宁挖得很卖力 从晚上到清晨 丝毫不敢停歇 也许这是她唯一 可以逃跑的机会了 阿狗娘见嘉宁每次将饭吃光 便觉得一切都妥了 警惕心自然而然地 也放松了不少 正是因为这种错误判断 给嘉宁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她每次都将勺子 偷偷藏起来 这是她对待老旧思想的武器 经过她的不懈努力 最后一根木棒 也被她成功卸了下来 不过现在还不是逃跑的最好时机 她又给悄悄的安了回去 这下嘉宁终于有了逃跑的机会 此日阿狗娘像往常一样拿来往快 嘉宁突然起来 原来她是想要一套衣服 可阿狗娘咄咄逼人 非要嘉宁喊自己娘 甚至说着还动起了手 嘉宁对她祈求了很久 可根本没有用 阿狗娘是铁了心要将她留下来 给阿狗传宗接待 尽管没有衣服 嘉宁也没有办法在这停留一刻 当天晚上 她就决定要放手一搏 她悄悄地将木棍全都卸下来 然后披着床单 勇敢地跳了出去 可倒霉的是 她的动静吵醒了狗 她前脚刚走 狗就猛烈地叫了起来 阿狗听到声音后 在院子里徘徊了一阵 两分钟之后 她终于意识到大事不妙 风一般地追了出去 此时的天不算太黑 可依旧没有为嘉宁照亮回家的路 她在村口跑了很久很久 仿佛一直在原地打转 怎么也跑不出这个黑暗的地方 无奈之下 嘉宁开始大喊大叫 企图吸引别人的注意 可农村的夜里静得可怕 除了嘉宁的呼喊声 就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 最重要的是 阿狗已经追了过来 一把扯下她身上的床单 并十分猥琐地闻了闻 这让阿狗受性大发 铁了心要将龟宁重新拐回去 不知道跑了多久 嘉宁终于看到前方有辆汽车 可这时 阿狗突然出现 直接将嘉宁拖了回去 逃跑被抓回来的后果就是挨打 嘉宁连睡木板床的资格也没有了 她被关进了稻草屋 脖子上还拴着链子 在这一刻 嘉宁彻底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然而 阿狗娘的凶狠才刚刚暴露出来 她拿着木棍威胁嘉宁喊自己娘 不愿意的话 直接一棍子下去 阿狗娘再次询问嘉宁 你到底叫什么 说吧 又是一顿毒打 嘉宁宁死不屈 她就叫陶嘉宁 她就叫陶嘉宁 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事实 话音刚落 阿狗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毒打 疲弱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折磨 彻底让桂宁屈服了 她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表示 她是翠莲 是阿狗的媳妇 从这一刻起 陶嘉宁彻底消失了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而是苦命的女人张翠莲 听到这番回答 阿狗娘满意地离开了 可翠莲要面对的折磨才刚刚开始 阿狗终于露出了情说的一面 当天晚上 彻底将翠莲变成了她的女人 阿狗娘知道 翠莲不容易收心 便劝阿狗温柔点 万一将她逼疯了 谁来伺候阿狗的后半辈子 现在能让翠莲受心的唯一办法 就是生孩子 从这之后 阿狗便更加疯狂了 每天晚上都成了翠莲的噩梦 身上也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阿狗娘劝她 何必呢 毕竟女人都是要嫁人的 嫁给谁还不一样 再说 阿狗能吃能干的 翠莲能嫁给她 是自己的福气 这番话完全不敢让人相信 是一个被拐的女性说出来的 这种狭隘又带有偏见的思想 正在一点点 吞噬翠莲锦盛塞的理智 没过多久 阿狗娘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翠莲怀孕了 不过 她依旧没有资格离开茅草屋 翠莲怀她十月 终于生出了一个大胖小子 阿狗娘开心地抱着孩子 不肯撒手 而刚从鬼门关走过一边的翠莲 却无人在意 她想抱抱自己的孩子 还得经过阿狗娘的同意 阿狗娘告诉她 女人这一辈子 终究是为了男人和娃 这下翠莲两样都有了 该说手心 好好地跟阿狗过日子了 翠莲已经被折磨得 人不人鬼不鬼 更是被阿狗娘成功洗脑 她承诺自己不再逃跑 可阿狗却觉得这样并不保险 所以在翠莲脸上 落下了和母亲一样的印记 母凭子贵这个词 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这之后 翠莲有了衣服穿 也不用再住在茅草屋 可家里所有的家务活 都落到了她的手里 也许是因为孩子 成为了翠莲的精神支柱 才让她没有倒下去 转眼的功夫 孩子已经会走路了 翠莲也成为了一个 平平无奇的妇女 完全看不到当年的傲情 这种平淡的生活 并没有维持太久 这天翠莲在忙活家务的时候 孩子一个不小心掉进了井里 连带着翠莲的三观和正义 也掉了进去 等孩子被捞起来时 已经没有了呼吸 这个家庭因此出现了裂痕 翠莲也变得神经兮兮 经常抱着别人家的孩子 不肯撒手 对于翠莲来说 孩子不是用来传宗接代的 而是支持她活下去的希望 所以她不能没有孩子 可上天又对她开了一个玩笑 几个月之后 她依旧没有怀上孩子 去医院检查之后才知道 因为翠莲投她生育的环境很差 伤到了身体 总而言之 翠莲已经没有办法生育了 听到这番话 阿狗对翠莲像是看待宠物一样 而翠莲也感到害怕 因为阿狗娘买她来 就是为了生孩子的 现在生不了了 她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阿狗娘充她微笑把心 非要让张秀秀再赔给自己一个 可现在时代变了 张秀秀也将价格加到了一万 阿狗娘实在是掏不起这个钱 便想着实在不行 就把翠莲给卖了 听到这番话 张秀秀来了气 不过她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翠莲无法生育 卖给谁都不愿意要 正当母子二人想不出好办法时 翠莲语出惊人 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只要阿狗和别的女人生出的孩子 管她叫娘 那么她就愿意 为阿狗找其他的女人 半年之后 翠莲在网络上 雾色了一位新的女性乐乐 事情像是回到了最初 乐乐抱着交友的心态 来到小镇 而翠莲却只想将她灌醉 然后拐回家里 初次见面 翠莲显得格外自卑 特别是脸上的疤痕 让她尴尬的抬不起头 不过 乐乐丝毫没有在意 还给她带来了礼物 二人聊得很开心 翠莲提出去她家坐坐 乐乐欣然答应 一路跟着她来到村子里 踏着村子里的泥泞小路 乐乐虽然感到疑惑 可翠莲却要让她失望了 因为刚进家门 乐乐就被领进了茅草屋 而阿狗早就埋伏在此 一棍子打晕了乐乐 等她醒来后 和当初的翠莲一样 死活不愿于屈服 翠莲像是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便哀求阿狗 等乐乐生下孩子之后 就让她离开这里吧 可一旦被拐来 哪还有离开的道理 阿狗害怕乐乐离开后会报警 所以乐乐想要离开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翠莲小心翼翼地 给乐乐送去一碗米药 她坚定地告诉乐乐 只要给阿狗生下一个孩子 她就可以离开这里 此时的翠莲和当年的阿狗娘 又有什么区别 这是一个死胡同 也是鬼打墙 一旦掉进这里 就再也逃不出去 翠莲疯疯癫癫地劝乐乐 给自己生一个孩子 就算乐乐劝她和自己 一起逃出去 翠莲也不愿意 不过 她想要一个孩子的梦想 恐怕是要落空了 因为乐乐不是阿狗娘 也不是翠莲 就算是死 她也不愿意给阿狗传宗接代 翠莲走后 乐乐捡起了隧道的碗 直接自杀了 当天凌晨 阿狗一家将乐乐埋在后山 从这以后 翠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只要进入睡眠 她就能看到乐乐惨白的脸 在质问她 为什么要陷害自己 之前的一幕幕 也重新呈现在脑海里 从来到小镇 到这儿锁起来 到生孩子 再到帮阿狗拐骂女性 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翠莲确确实实地经历了 她似乎想起了当初那个 自信又漂亮的嘉宁 可画面一转 她又想起来这几年来 所遭受的皮肉之苦 这些回忆轮番在她脑海里上映 似乎是想将她 从崩溃边缘拉回来 最后 翠莲不知道是觉醒了 还是彻底崩溃了 她拿着斧头 直接冲进屋里 将阿狗娘砍得血肉模糊 此时的她 不是翠莲 而是陶嘉宁 阿狗听到声音后 她以为嘉宁又发疯了 可当她推开门之后 嘉宁直接了当地将她砍倒在地 这时 张秀秀也走了过来 她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阿狗娘 有一个残疾的女性 只需要五千块钱 而且还能生 只不过这个好消息 阿狗娘是再也听不到了 而她自己 也倒在了嘉宁的斧头下 嘉宁从一个青春傲然的女生 渐渐地变得马路 甚至像行尸走路一样 帮买自己的凶手 拐卖其他女性 嘉宁这些年所遭受的痛苦和恐惧 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她的心路过程 或许和阿狗娘一样 也许早些年 阿狗娘也反抗过 不然的话 她的脸也不会留下疤痕 可怜的是 她被洗脑之后 就再也没有醒悟 而嘉宁最后终于醒了过来 杀死了所有伤害自己的人 可她的人生 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我会用这种质量的质量